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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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這樣, 地獄有一個羅半官 她一天病了, 叫鬼子去楊間找個醫術 很高明的醫生來醫治她 她自己的生死茶凍, 抄襲 突然選對一個, 是個年輕人 像我們這樣, 盤官問她 有沒有醫死過人? 那年輕人說, 沒有, 我剛畢業 我還沒醫過人 程小姐, 要點甚麼喝? 程小姐, 要點甚麼喝? 不是啦, 麻煩你 好呀, 我可以去那邊, 我們去吧 好呀, 待會兒再見 待會兒見 毛, 為甚麼不說話, 不喜歡來? 不是, 只是覺得有點累 我們過去坐一會兒走 好呀 喝杯水 爸爸 為甚麼這麼晚就不睡? 程小姐, 爸爸她不舒服 爸爸, 你覺得怎麼樣? 她的鴨頭很生氣 真的很生氣, 不行, 馬上送爸爸進醫院 好呀 姑娘, 多少度? 一百零四度 她叫甚麼名字, 多少歲? 程平, 四十九歲 爸, 你很辛苦 你們跟她約, 進來 我們去看醫生, 不用怕的 好, 小心 我們去看醫生 我去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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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爸爸, 她不是很舒服 她甚麼事? 她燒到一百零四度 你先付她去賣床 很疼, 爸爸 她甚麼時候會發燒 她這晚上吃飯事還好地地 我先去看看 我先去 Jo, 我爸爸怎麼樣? 他沒事 爛傷了一下, 一點感冒 有一點血壓低, 幫他打針吧 多休息就沒事了 他真的沒事了 你放心, 這麼久沒見了 你現在在哪裡工作?還在酒店做? 是呀, 就在咖啡店做 那些同學呢?怎麼樣? 很久沒見了, 通室都失散了 過過忙 我現在還在看見鄺文鋒 他在我們醫院工作 是嗎? 每天有空, 我們一起吃飯吧 好 好 李小青, 怎麼這麼累? 昨晚派對當然玩得很開心 開甚麼心, 整晚都不在 那你怎麼玩得這麼晚? 誰要讓你知道 看你的樣子就知道你睡不夠了 昨晚我爸爸發高燒 留夜送他進醫院 早餐咖啡店 早餐咖啡店 好 經理找我, 幫我頂你當 進來 經理 走 不用客氣了 我想找你很久了 甚麼事? 我對你的工作很滿意 我應該跟你說一聲吧? 謝謝經理 現在公司呢 想派我去新加坡的新酒店 我想帶一個人 幫我打理驗匯報 你有沒有興趣? 謝謝經理這麼提得起我 不過, 我還要照顧家人 我明白的, 不過這個機會很難得 你認真點考慮一下 或者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 好 好 你怎麼是要來這間? 這裡的情調不錯 而且有些時應招呼得不錯 三位這麼早 阿醫生, 你現在要咖啡 是 兩位呢? 我們也是要咖啡 這個人說不喜歡來這裡 原來這麼熟 對了, 那晚派對為甚麼不見你 那晚呢? 那晚我被一群小姐傳不得身 老死了, 這麼聰明 又不帶他們來 對, 當然每個人都像阿烏那樣 看不見人的 哪兒是呢?來, 來吧 文豐, 你怎麼來呢? 文豐, 你怎麼來呢? 剛剛到的 程小姐 你怎麼在這裡做, 你不是做醫生嗎? 我是文豐的中學同學 是呀, 原來大家都是朋友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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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爸爸 今天好嗎? 好很多 這裡很累, 去睡吧 我不累, 我想跟你聊天 是不是想跟我說說你的男朋友呢? 她說很想來見一下你 她做甚麼? 她叫鄺文豐, 是做醫生的 那倒不錯, 我有病都可以找她看 不過我很煩 為甚麼?她對你不好嗎? 不是, 她對我很好 不過我總覺得我們之間距離很遠 無論是學問, 家庭背景 我覺得我配不起來 我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太懸殊, 確實不是好事 所以我一直不敢放太多感情下去 我知道 你看到, 你這個人很內向 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好勝 爸, 我想去新加坡好不好? 這麼遠? 所以我才不可以這麼快決定 你知道吧, 如果我走了 誰照顧你們呢? 那邊的條件是怎麼樣? 好啊, 我去那邊是打理驗匯報的 不論是身水呀, 還有福利都比現在好很多 我的身體呢, 我的身體呢 就不太好, 但是都可以應付得來的 阿漢和阿袁又都很生性 如果只是為了我, 你不要考慮那麼多了 我始終還是不放心 武華, 為了這個家庭 你已經犧牲了不少了 你也應該為自己的將來打算一下 今天有個失戀的病人來找我看 我問了他的生活情形之後 我就跟他說, 你知道睡不著 是因為你的太太太太多話說了 我開些安眠藥給他吧 他問我, 他說如果我吃了藥 他又吵醒我, 我怎麼辦? 我說, 我不是開給你吃的 是開給他吃的 你不肯說話, 再世話頭也沒苦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好 你說說話就慢慢說吧 反正我們有很多時間 今天說不完就明天說吧 我下個月準備去新加坡 去旅行嗎? 公司調我去那邊工作 可能短期兩我都不會回來的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那你跟我怎麼樣? 就到此為止 為什麼? 我做錯了什麼? 不關你的事, 是我自己的問題 那你也要說出來, 看怎麼解決才行 我們沒辦法解決的 一出事就注定了 我 你還是對武毒大學耿耿於懷 沒有, 你別這麼迂腐 沒有人會嫌棄你的 現在就不會, 將來呢? 你怎麼會這麼想呢? 我沒有亂想 根本是你自己下意識的路出來的 好像那晚在派對那樣 你根本沒有介紹到我是你中學同學 又沒有介紹到我的職業 我知道的 你太敏感了 還有呢?那次在咖啡店 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你怎麼會覺得尷尬呢? 這些人你自己多心 我想得很清楚 我想…我們兩個人都不能繼續下去 就當我對不起你 沒有啊, 你這樣就何必呢? 我們剛才開始而已 早點結束, 就大家都有好處 早點結束 早點結束 早點結束, 早點結束 進來 文鋒, 有空嗎?有事跟你聊一下 好, 我們出去聊 在醫院住得開心嗎? 是不是院長叫你來打聽? 有這樣的必要嗎? 好, 那我說真話 我覺得醫院的環境氣氛不錯 沒錯, 同事之間的相處也很好 院長的經驗也夠, 待人的食物也好 好了, 你說這麼大的話 我不會跟爸爸說回來的 那我真是失望 文鋒,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開診所? 沒有 那你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開門戶嗎? 我覺得自己開診所很辛苦 又要找地方, 又要請護士 還要抓關係 我自問沒有這個本事 如果有一個人 已經全部跟你安排好了 就問你能不能跟他合作 你怎麼樣? 那個人在哪裡? 你? 那院長那裡怎麼說 我已經跟爸爸商量過了 每張張樓的前途 我一定會為自己破定後路 你打算怎麼樣? 找到一個好的夥伴 我們倆就可以輪流回醫院和診所 你怎麼會找著我呢? 因為我認識你這麼久 我知道你的為人 做人有政治, 做事有交代 你這麼想就錯了 我扮豬吃老虎 我相信我自己是眼光的 現在最主要就是看你的決定 那做就辛苦點 幫你叫刀 我也不會拖手爭的 是不是真的? 那先謝謝你 今晚請你吃飯慶祝吧 我贊成 那你這麼迫跳舞 你平時也有跳嗎? 讀大學那時候玩過 現在很少了 為甚麼那時候叫你參加活動 你都靈頭呢? 我沒你這麼聰明 那你就死了, 將層補絕 還你貪心就真 你家庭環境這麼好 但是年年的獎學金 你都不肯放過 我現在才發覺你這麼會說話 你一定哄到很多女生 那你就猜錯了 我連一個都哄不到 還飛了 你平時有甚麼事做? 看書, 拍照, 旅行一下 那也很好靜 你呢? 跟你差不多了 不過我很久沒拍過照 你甚麼時候跟我拍? 好, 每天我們休息 我們一起去吧 我想過了, 開診所的地點 最好是尖沙咀 有時候位置都很重要的 對了, 如果有心事搞好它 室內裝箱找專人設計才行 我想好了 你看看鳳醫生和康醫生 我早就說他們拆胎了 你又不相信 我只不過覺得奇怪 他們那時候四季同學 這麼久都不拍, 現在才這麼好 或者人家現在才欣賞對方嗎 唉, 我們就少了機會了 康醫生還這麼英俊 浪費了, 人家演藥千斤都不要 怎麼會選你 沙發給人家坐 Gigi, 你走來走去神神秘秘的 又有甚麼怪主意 媽媽, 我有個重要情報想告訴你 不過你要有事跟我交換 交換? 是啊 這個消息你聽到一定會很開心的 快出價錢吧 你這個女兒 你好像暖水戶那麼呆呆 我就照顧你現在這麼大 醫食住行, 供書教學 媽媽還沒跟你算數 你現在才知道女兒過份嗎 爸爸, 人家想增加生活情趣 你們知道現在姐姐在拍拖嗎 是呀, 誰呀 說呀, 誰呀 康文鋒 就是和阿祖一起實習的那個醫生 你怎麼會知道 他們兩個和一間醫院做 我怎麼會不知道 對了, 康文鋒那個人怎麼樣 問那個女兒吧 姐姐, 家主, 怎麼了 小心, 媽媽明會向你逼供的 你這個女兒, 那個嘴巴不是吃東西 阿祖, 康文鋒那個人怎麼樣 他做事很負責, 人品也很脆 那他的家人呢? 在美國的, 他一定在美國做醫生 那將來會不會移民呢 你怕將來姐姐嫁了不回來嗎 當然啦, 媽媽只有你們兩個 都習慣了, 二十幾年了 看情形, 我想不會這麼快 是嗎?這樣就好一點 我看我也應該找他談談吧 他的樣子我不太記得了 阿祖, 請他回來坐 好呀 好呀, 你說甚麼時候? 明天吧 媽媽, 要不要我把口水送給你 你多事啊 請坐 坐吧 拿蛋糕出去, 隨便坐 你也坐吧 文鋒, 你們倆的診所怎麼樣 進行得很順利 請坐吧 阿祖呢, 有時候很順利 你們沒有甚麼爭執嗎? 沒有呀, 我們有甚麼事都可以商量 對了, 文鋒 我跟院長叫你, 不介意嗎? 好 你現在一個人住嗎? 是啊 以後你診所很忙的 沒有人跟你打理家裡 有個阿嬸幫我打理的 那吃飯呢? 那就出去吃 天天在外面吃, 不是很好吧? 不要緊的 我可以把維他命丸補充一下 文鋒, 我知道你和阿祖大家感情很好 有沒有打算和他結婚? 想不想過, 不過… 爹地, 我知道我和文鋒可以相處得很好 我可以叫你做姐夫了 我都可以說吧 這麼快就打到不斷進來打人了 在家裡很安靜 如果你們喜歡的, 多點上來打 那裡回家看電視 是不是看那部夢倒清河的電視劇 是呀… 不用回家看, 在那裡看就行了 那電視是黑白 我已經搜門了很久了 不過我又怕輻射嘛 我看這麼久又不見有事 哪個茶香水這麼香呢 你千金 媽媽, 出去了 去哪兒 跟阿興哥補習 早點回來, 我煮了湯 我知道了, 慢慢打, 再見 你千金幫人補習嗎 我女兒畢業很久了, 中學畢業 我不想她出去寫自由度打工 做個名言仔, 就讓她跟人家補習 我沒有男朋友喝 沒有, 我管得她很嚴格 我不准她亂跟男生去街 誰呀 是我呀 阿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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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這麼有空回來探望我們 阿興哥, 我放假 是嗎 這麼有心 阿興哥, 來了 阿興哥, 這些是給你們的 阿興, 你回來坐下就好了 不用買這麼多錢 是呀, 坐吧 我喝杯茶 不用了, 魚媽 阿黎呢 阿黎, 去房間 阿黎, 阿興哥來了 阿興哥, 今晚去吃一頓飯吧 不要了, 我還要趕著回醫院 阿興哥, 你在醫院做得好嗎 不錯, 現在都習慣了 那就好了 對了, 你們兩位老人家身體好 都是這麼障礙 不錯, 不錯 這裡有些錢, 讓你們兩位買東西吃 阿興, 你賺錢這麼辛苦 不要, 我不留你住 不要, 我在這裡又吃又住 錢收起來, 別客氣 那怎麼回事 謝謝… 這些給你的, 魚舅父 好有心 這些給你的… 不用了, 謝謝… 我先進去等他 誰… 阿黎, 阿黎 阿黎, 甚麼你都來了 是呀, 黎, 你好像瘦了那麼多 是呀, 怎麼會這樣 都是這麼多, 為甚麼你們倆這麼巧 阿美替我報習英文 我要來探望她們, 她就跟我來 那你們先坐下, 我要上班了 阿黎, 阿黎, 你好, 阿黎, 你好, 別客氣 別客氣…我今晚和你燒東西 我不去 好了, 別三分顏色上大紅 跳舞又不跳, 摩蟹又不可以 你這麼矜貴, 回家做千金小姐 阿黎, 郭忠祐, 阿炳哥, 阿炳哥 為甚麼這麼勞氣 勞氣?賣單了 我們現在開心了, 變得壽氣 不用了…我回家帶她招呼你 阿熊, 來… 好好的招呼阿炳哥, 阿炳哥 醒來, 醒來… 你好好招呼阿炳哥, 阿炳哥, 你先坐下 香蘭, 我不知道說過你多少次 你經常都是這樣 我告訴你, 沒人拿槍來逼你 既然你這麼不甘心, 不如別招呼阿炳哥 反正你也不是招呼阿炳哥 我告訴你, 阿炳哥, 阿炳哥, 你看甚麼? 那你不拍輻射了嗎? 輻射?不是輻射 甚麼彩色電視機? 媽咪, 不知道在哪裡 弄個彩色電視機回來 是啊 媽咪, 彩色電視機很貴 不用錢買的 方太認識那間電器店 她介紹我分期付款的 不用付首期的 那一樣要付錢買 對了, 媽咪, 我有話要跟你說 你看看你, 女兒這麼大 回來的衣服也不換 就戴在床上 很累啊 起來吧, 我有話要跟你說 甚麼事? 媽咪, 你知不知道現在很流行電視? 你就是剛剛買了一架 你聽我說, 現在電影明星下午 電視藝園就開始吃香 你說甚麼? 現在電視台就招考藝園訓練班 我考這個機會考了很久了 你想我考嗎? 當然了, 我看了這麼久的電視 都沒見過有一個女孩子 好像你這麼漂亮 真的? 當然了 不過這樣, 我也要替你製幾件 最新款的新妝才行 這些衣服太古老了 還有, 讓媽媽帶你去電那個髮 叫人設計了一個新的髮型 這樣呢, 我就去電視台試試試 認識導演 哼, 那就真是萬無一失了 好啊 不知道他們考甚麼 考甚麼? 不是考唱歌、跳舞、演戲 你知道嗎?媽媽時常要你在學校表演 就是想訓練一下你 媽媽, 你最要緊要跟媽媽爭一口氣 去哪兒報名 傻丫頭, 去哪兒報名 去電視台 你說如果我女兒將來成名 我多威風 媽媽, 我考也沒考 好啊, 媽媽說你一定行 不過這樣, 你要記住 這陣子都要練一下唱歌 和對著鏡子做一下表情 考那時候不用怕的, 定點來 都沒問題 定了嗎? 夠了, 不好了 這麼多教育的餅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吃得完 李家姐是不是下個月結婚了? 是呀, 幹甚麼? 把他們擺走 不擺, 他們要去美國旅行結婚 順便探望阿楓的爸爸媽媽 沒事了 幹甚麼? 你以為你姐姐有沒有不要的晚裝? 甚麼?你跟那個黃興國 她現在要穿晚裝嗎? 不是呀, 我想考電視藝員訓練班 你去考藝員嗎? 很奇怪嗎?我不行嗎? 不是呀, 可是我覺得你這麼漂亮 不如考明星更好了 電影圈嗎?很複雜的 電視圈又不一樣嗎? 那你問過你媽媽的嗎? 她叫我去考的 沒成事之前, 不要到處說 行了, 放心 那你沒有問過黃興國嗎? 我也沒有告訴她 有件事我想你幫幫忙 幫我排氣, 我要考試 老友鬼鬼有甚麼所謂 不過我聽人說, 做藝員賺很多錢 看你紅不紅 不過錢對你來說, 就不要緊 不是我呀, 我想叫麗去考 阿麗? 是呀, 她平時做戲做得這麼好 不做藝員就浪費了 如果她考到, 就不用在舞廳做 蛤, 想不到你突然這麼聰明 當然呀, 我吹波棠一吃飽東西 她腦袋就轉得很快 幾歲要找她? 明天吧, 要不然報名表被人拿了 好呀, 好呀 藝員訓練班 你不是很喜歡演戲嗎? 這次適合你了 是呀, 那些是以前的事 你當然不記得, 我們可以幫你排練 你現在每晚跳舞, 一定跳得很厲害 有多一點好處 好呀 你真是天真 我們想過了 如果你明天做了明星 那就不用做這份事了 是呀 可是現在我還要上班才能夠維持 哪有這麼多時間 我看改章程了 有些人可以天天上課 你可以戴上衣服, 去到舞廳活就行了 好呀 我現在在舞廳做, 電視台怎麼會用我 你不說誰知道 沒有人叫你說出來的 要不這樣, 我就陪你們兩個去考 你又想做明星? 我不是想做明星的 幫我捱一下意氣陪你們 唯一到時候我可以幫你出貓 怎麼樣 儘管試一下 電視台肯用我才算 船到橋頭自然直, 你別管這麼多 不過有件事一定要管 甚麼呀? 不就是阿里化妝 你千萬不要化到, 像上班那麼濃 是呀, 評判不喜歡化濃妝 但我不敢化, 臉色很差 那不行, 你寧願曬太陽 早點睡, 化濃妝很容易露出馬腳 我們一定要做到妝, 你說是嗎 是, 只可以成功 不可以失敗 阿里, 你有封信, 好像是電視台 媽, 我從事入格了 真的? 是呀 讓我打個電話給阿妹, 看她怎麼樣 是呀 阿妹, 我從事入格了, 你怎麼樣? 你得了嗎?我也得了 不知道出波檔怎麼樣 讓我打個電話問她是不是過了 是呀…我也收到信了 不過糟了, 我不懂得讀台詞 不如這樣吧, 找人找阿莉去你家教我讀 到時候, 只要你扭開電視機 就能看到很多你們心目中的偶像 出現在螢光幕前和你們見面了 好了…你唸了很多次了, 你一定行的 阿莉, 你不如跳一下你的帽子 好呀 好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原來考訓練班那麼多人 我不來過也不知道 糟了, 這麼多人 一定有人認得我 如果考不了, 一定會醜死 你又不是樂態, 誰認得你 還罵我, 我怕嘛 不, 難道你不怕了 我吹波糖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就不能吃 是貴食鬼, 吃得是福 對呀, 你吃吧 吃得像那個肥腦那樣你就死了 肥人有肥福嘛 你看看那個人 勤勤, 害怕得 真是水肥 我也很害怕 糟了, 不知道阿倫在裡面怎麼樣 怎麼會呢, 我 吃得像是薑嗎 我們讀得這麼熟, 一定會考到的 希望 我們電視台已經為大家安排 很多豐富的賀歲節目 只要你們扭開電視機 就可以看到心目中的偶像 連風魔一時的七仙女 也會出現 你們千萬別錯過 是呀 下一個 出來了 怎麼樣? 不知道要怎麼做 還不知道 到尾房 到尾了 到尾了 不用怕, 快點把頭髮弄好 我好怕 把衣服弄好, 行了 你進去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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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進去了 你考得怎麼樣 應該不錯吧 那你那個脈劇 先李奇緣做得好不好 不錯, 那些動作我都記得了 那你放心, 一定會收你的 希望, 不過我怕不行 怎麼會呀, 慢點來, 吃東西 到時候只要你們扭開電視機 就可以看到很多你們心目中的偶像 你們拜年和表演節目 那連風魔一時的七仙女 都會一一出現 請千萬別錯過 到尾房 你以前怎麼看過鏡子 沒呀, 我沒看過鏡子 我在讀書的時候很喜歡畫劇 我很喜歡看電影 那你有沒有特別崇拜哪個明星 我很喜歡看你演戲 是嗎 那有哪一場戲你最喜歡的 可不可以做一次給我們看看 方婷自殺那場戲, 我很喜歡的 我也是最喜歡你演戲 那我去演戲 好 不要 張傑, 你不要拉著我 我死了, 就可以承著你和小翠 走開 如果你不想我跳下去 你就是那邊第三個櫃桶 拿一瓶拉鍋給我喝 喝吧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好 片刻快樂 似不難求 片刻是要洗, 卻敢然收 就在眼前振偏 留下你我, 緣分懷咎 每篇往事怕數從頭 每幅景象似身還舊 但是彼此不欺騙 這刻分手彼此也有恨憂 現實既令我落淚線 更須冷靜時後 得知我與你鑑良 原諒我原諒我不回頭 悼苦故事上演已久 起床枕臉那般長壽 熱淚怕流也失流 兩者之中必須有可罷收 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